夏日 炭烧鸡腿 炸鸡腿 鸡米花 鸡米花 好的 一份炸鸡吃 一份麻辣鸡块 马上就好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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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你有安排了吗 我去泰山 你去不去 我有安排了 我去海南游泳 吃椰子 晒太阳 我说亲爱的 我们有多久没去度假了 在你最后一次约我到江湾野餐之后 就再也没去过了 老板 买蛋 老婆 你不要担心 我们马上就能在蓝天 避海和沙滩之间 摆脱这些烦恼了 喂 对 是轰炸鸡垫 真的 太爽了 我是说 谢谢您对本店的信赢 您完全可以告诉我 虽说我岁数大了 但我也是90后 记忆里绝对没问题 好的 再见 你们回来了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我要去水上乐园 食物乐园 还有动物园 没追求 我要去听演唱会 要去看三级电影 还要去签名寿书会 我要打断一下 都是一些小孩子的想法 我要去黄山 享受于海中的日出 都是谁呀 你们这些小孩子不用问 你全都不是 听我说话 对不起啊 太奶奶 您请说吧 刚刚接到电话 如香酒店要向我们订购一千只炸鸡 一千只 不过 这一千只炸鸡要在这次假期内完成 这就是说 对 你们哪里都不许去 都要留下来帮忙 大奶奶 我支持您 这才是乖孩子 你们还有意见吗 有意见该怎么办 保留 一千只炸鸡 如果一只卖三十元 一共就是多少钱呢 三万 不是三百 也不是三千 是三万哦 真是一笔好大的钱 比我们卖一个月的炸鸡还要多呢 这么说 我可以分到一笔不小的零花钱呢 这么说 下个月的奖金可以省下用了 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一下子就让他们欣然接受了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大人们总是喜欢花花绿绿的纸票 虽然不能旅行 但我工作也不会太累 不过是做助手嘛 也就是帮忙洗洗东西 听的东西 说不定 说不定还能有时间去签明会 好了 现在就等你们的爸爸妈妈回来了 爸爸妈妈听说了这个消息一定会很高兴的 大家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重要的消息 怎么了 难道你们也知道了 知道什么 太奶奶接下了一笔大生意 假期里要卖给一家酒店一千只炸鸡呢 怎么了 有大声音你们也不高兴啊 我和你妈妈商量好 假期要去海边旅行的 算了 我们都是大人了 哪能放下家 说走就走呢 不 假期就是用来放松的 你们一定要去旅行 可是一千只炸鸡的大生意啊 自从有了大敌小敌 你们再也没有单独出过门 更不用说旅行了 所以宁可推掉生意 也不该推掉你们的旅行 就是 况且还有我在嘛 老爸老妈 你们就放心去旅行吧 这一千只炸鸡嘛 哈哈 就交给我了 姐 你现在清醒吗 怎么了 你不信我呀 我也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之一的 这么说 我们走了 真的没关系 没关系 有种不祥的感觉啊 哎呀 我不喜欢油炸食品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炸鸡啊 虽然喜欢吃炸鸡 可是从来没炸过 大敌姐姐说包在她的身上 大敌姐姐说包在她的身上 哈哈哈哈 其实我也只见过猪跑啊 那你就这样大包大懒 不管怎样 四个臭皮匠能顶1.33个诸葛亮 大家来试验一下吧 不管怎样 不管怎样 她看上去还是像一只炸鸡的 让我来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嗯 实验要从动物开始 好好 明白